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加权股价指数 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52点 来到了17043点的位置 是再度重新回到了17000点的整数关卡之上 而且今天在整个攻击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这个讯号是来自于整体的成交量能 目前的一个预估成交量是2987亿 虽然说不能够讲说是一个大幅度的上功 但整体来讲的话 今天的一个量能 它也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月均量的一个水准 因此今天应该算是一根有效的表态红K 好 不过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首先我们先就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的一个行情高点 差不多就会落在这个位置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连接17633跟17529 这两波的前波高点 它会有一个下降压力线 那今天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搭配上说 其实季线现阶段也大概在17075点 因此季线下弯 下降压力线 今天有放量是一个好现象 但它不会一次去做一个突破 但有一种状况 我可能要先跟大家去做提醒 如果说今天的一个行情能够收在 现在上涨大概150点 如果能够收在这个上涨150点附近 它隔天它会保留一个机会 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不用很明显的出量 我用跳空的方式去越过 这个所谓高档的一个压力区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 当然对于行情来讲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比较明确转强的一个讯号 但温如可 我想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事实上当这一根表太红 可以出现之后 当时我们也告诉大家 这个无论如何 它至少都是一个 强势主体的一个走势 因此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必须要去寻找 个股来做一个布局 我想来到今天 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谈到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因此我想回过头来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现阶段行情的指数 有出现这种 所谓转强的一个味道 但重点还是在于 个股的一个布局上面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过去这两天 跟大家所谈到的 包括像是5351的预刷 或者说像是2340的光磊 来到这个位置 其实也接近快掌停板的一个位置 不过这两档个股 我留待在下半场的节目里面 我再来去跟大家做分析 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 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市场当中比较关注的 而且我认为它会出现 跌升反弹的大型股 一个叫做货柜类股 另外一个则是面板类股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2603的一个长容 当然今天股价最高 攻到972 然后这个时候的价格 开始有出现 翻落到盘下的走势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的一个行情 这样的一个表现 它其实算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格局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然今天其实你就 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市场的资金 都被电子股吸走了 今天电子的成交比重 是来到70% 其他的18大类股 分其他的30%的比重 因此成交比重资金 被这个电子类股吸走 但是今天的一个 航运类股回档 有没有很弱势 其实我告诉各位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这个地方其实大家 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这一波跌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跌破 回载到百元关卡之后 大家其实去看那个出量的红K棒 我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包括10月5号 这一根出量的红K棒 隔天开高走低的长黑K 然后是出量的 然后在这一天 一样是一个出量的红K棒 然后隔天开高走低 是一个亮缩的 但它把前一天的K棒几乎吃掉 对不对 包括这里也是一样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10月14号 当天是一个小红K的十字线出量 然后隔天亮缩 把这一根红K全部吃掉 然后到这一天 10月18号 它带下引线的这种 带长下引线的小红K棒 隔天亮缩一样 把这个所谓的一个K棒的范围 把它吃掉 好所以在告诉你什么 过去这几次 只要航运类股 它有试图想要去做反扑的时候 再隔天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这个也跟那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买超的券商 跟隔日冲的这个大点 其实是有关系的 但这一次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今天你要出现亮缩 然后把前一天的K棒全部吃掉 这个难度上面其实很高 应该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其实都还维持在一个 小幅度下跌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 我倒是认为 现阶段的一个航运类股 它已经有开始慢慢主体的味道 当然我昨天我谈到了 这就是一个短线主体短线反弹 然后再压回来再做主体的动作 但是你如果就短线的操作上面来看的话 这个的确会是大家在强反弹的时候 会是一个比较好切入的一个位置点 原则上你只要把停损控制好 那这个位置其实我说真的 它的风险并不会特别大 这个地方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所讨论到的一个重点 好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在面板类鼓 大家今天其实应该有看到 那个记忆体族群有上来 那我觉得这两个族群 它其实走的概念是一样的 当初在8月份的时候 大摩摩根斯丹利 他先针对面板的平等去做调价 然后后续针对记忆体的这个评价去做调价 那股价有没有跌 股价也多多跌啊对不对 但是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事实上你会发现 好你如果就面板的族群 三档个股来看的话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嘛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会看的是2409的友达 那群创跟彩晶不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内 为什么 因为在10月5号 这一根长红K出现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同样一个产业 你还是要比较它的一个强弱势的程度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彩晶它跌破了当时10月5号的低点 然后群创它也跌破了10月5号的低点 但是友达的股价 它一路以来 它都守在10月5号的低点之上 也就是这一根红K出现之后 它就在这一根红K的范围里面 去做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那在这个礼拜四 这个友达他要召开法人说明会 那原则上啦 当然大家市场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说 面板报价的下跌 然后这个所谓的明年的这个景气的一个展望 但是我觉得对于友达来讲 他更应该说明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谈过嘛 就是他在今年花了超过370亿元去做资本支出 那这一些资本支出它最主要发展的方向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高附加价值的一个产业去做发展的话 我应该这样讲说对于这个友达来讲 他反而会有一个利空出镜的机会 但问如何啦 这个其实都还是算大量的股票 不过相对于过去的成交量 当然它很明显的开始出现亮缩这样的一个走势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股价持续震荡整理并不是一件坏事 你看随着这个扣底的股价走着走着 你看今天的这个月均线往上翻了对不对 当然我昨天我跟大家谈过 这个它不会是一个助长的力道啦 因为它是一个平的 那平的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它是跟涨跟跌 也就是你有股价来决定整个均线的方向 但无论如何 它至少不会是对股价而言会是一个压力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万事俱备啦 就欠法说会结束之后 市场能不能够给一根有信心的红黑棒 如果出现的话 那跌升反弹的一个走势 当然就可以去做期待 那为什么在节目的一开始 要先跟大家谈这两档个股 事实上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帮会员朋友去做持股解析 或者说是观众朋友做持股解析的时候 我想航运类股 记忆体面板 这三个族群还是属于一个 相对比较大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在透过节目的方式 先跟大家让大家了解 后续的一个行情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砍的话 来到这个价格 我说真的 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杀低的必要 那如果说手上有资金的话 不妨可以留意是不是具备有抢反弹的一个机会 好这个是我们在昨天谈到股价在相对低级期 股价跌过之后 然后开始做震荡整理 有机会抢反弹的大型股 除此之外 过去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另外一个产业叫做太阳能 对不对 太阳能的部分我先谈 联合再生我们今天去做小赚 那没有赚多少少赚获利全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对于这个产 不是对于这个产业的看法有任何改变 而是当时我们就已经先告诉大家 基本上这档个股你做最长的时间 或者说短线上面的一个交易来看的话 就是到10月26号也就是今天 那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今天是现金增资缴款的截止日 那股价没有拉那也无所谓嘛 但是我觉得对于趋势来讲没有改变 那我们就先把股票退出来 然后等到它整理结束 或者说是现增的这个卖压消化结束之后 那个时候我们再找这个切入点 所以同样的一个情形 你如果说去看这个6443的一个原金来看的话 事实上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当然它的股价走势上面就没有这个联合再生股价 有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测啦 但整体来讲它就是维持在季线以上 去做一个强势的震荡整理 如果你就扣底的角度来看 今天是拜祢嘛 拜三拜是拜五 然后进入到11月份的第一周 第二周之后它会往下扣 那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这个产业它没有应该这样讲就是 后续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短时间进入震荡整理 大家反而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有没有一个这个所谓进场低阶买点 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所谈过的一些个股 那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回来 当然我们如果你昨天有看夏老师晚上的节目的话 预创当然我们讲了好几天嘛 我们从上个礼拜五 当时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做谈到 然后2340的光磊是我们 这个时候股价已经供到涨停板了 2340的光磊是我们昨天进场的股票 那为什么会进这档个股 那以及光磊然后预创 这个其实都属于元宇宙的概念股 大涨之后 接下来你应该从哪个方向来做布局 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各位做解析 城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城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城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 我们的台湾需要你 需要你的声音 你的经验 你的想法 你的勇气 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 你第一次有权利 打破人与法之间的繁离 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 做一件大事 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 全体国民的新任务 你就是国民法官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还是先看一下 今天整体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42点 来到17036点 大致上跟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相差大概10点左右的空间 那我想我们刚刚其实也谈到 就是说 今天的一个行情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基本上你要突破下降压力线 或者说是下弯的均线 方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带大量去突破 这样子的一个下弯的均线 但通常你突破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你均线还是下弯嘛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比较容易出现过之后的回测 那看的重点就是变成说 我过之后的回测 我能不能够守在季线以上 就是我突破之后我的压回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用跳空的方式 当然这就叫明天了 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已经不可能跳空了 就是明天用跳空的方式 越过这一条 然后越过之后 一样就在上方去做强势的 这样的整理 等这一条均线翻回来 那昨天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比较好的时间点 应该会是在11月的中旬 那我们之前讲说 正常来讲 你多空如果要表态的话 你不能够等到 那个daylight来的时候 你再去做表态 你大概就会在11月的 简单来讲 我觉得关键应该会是 是在10月份的营收 因为1到10号 他公布这个10月份的 营收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营收表现不错 大家股价都持续hold着的话 那渐渐的均线 就会开始翻上来 这就是一个多头重新 再度发动公式的机会 因此我是建议投资朋友 当然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前面的行情跌得很快 然后量也很小 大家会觉得好像异性阑珊 但是有时候在做股票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关注 或者说是你有几天 你没有看夏老师节目 可能你就错过了 比较好切入的一个位置点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我们在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里面 当时16162 我是带大家抢板坛嘛 对不对 然后上来之后经过整理 这一根红黑出去之后 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走的就是 强势主体走势 强势主体走势就是 套牢的 你如果现在被套牢的 你可以等反弹再出 但是短线上面 如果你有资金 你要偏多操作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想我们没有做过 任何一档空干 我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时候你就偏多来做操作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来自于此 好因此回过头来 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一些 大型的主体的一个股票 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谈 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你看有时候差那种一两天的行情 其实有时候错过的东西会很多啦 怎么讲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记得应该是礼拜四的下午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就已经有先跟大家谈到 预创这一档股票 好隔天的股价出现震荡回撤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 老师你那个 这看盘也太不准了吧 这个你讲隔天就出现回撤 我说真的啦 有时候其实要回撤 你才会有切入的机会 不是吗 那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接下来就会比较辛苦 为什么 因为你看 在上个礼拜五收盘是49.25对不对 然后昨天供高到53.3 创两个半月的新高 今天的股价进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 这都是公开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谈 当然我们也带会员朋友去做操作 今天股价是不是功耗涨停板 现在的价格是57块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57块代表什么 我早上我特别算了一下 它代表的是过去这17年半的新高点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当时会跟大家谈这样子的个股 我知道其实市场最主要着眼的 都在于元宇宙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它是Oculus的3D感测IC的一个供应商 就是Oculus就是做的就是VR眼镜 VR装置 VR头盔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市场会把它归类在所谓的元宇宙的概念 但是我昨天我在节目里面 其实我也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不觉得它单纯只有元宇宙这样的事情 因为包括了像是高速传输 对不对 因为以现在欧盟所有的国家因为环保的关系 就是不要一只手机一个充电线 所以后来那个苹果连耳机都不附了 对不对 当然它是要你买它的那个iPad 那个不是啦 不是啦 AirPods啦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现在的趋势是这样子 现不附 然后规格会统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昨天我们有谈到就是说 它是国内 我那时候查的时候 国内只有 应该是5家啦 有5家公司有符合高通 Quick Charge 4 Plus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快充 就是高通规格的快充 那原则上符合的只有5家 包括预创的子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商机受惠最大的 元宇宙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这个引爆点 就是点燃市场的一个热度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它未来这个高速传输这样的一个商机 所以今天股价锁住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耗枕以下的观察 因为如果你有把我们跟大家讲得听进去的话 不要说这里买啦 就是10月22号拉回 大家可能都会有点怕怕 但是你看10月25号的股价 10月26号的股价 对不对 它股价就是这样做发展 当然掌停板 不是我们要跟大家诉求的重点 而是在于说 事实上你如果行情 你看得懂 然后产业 你能够挑到好的产业 市场正在发酵的产业的时候 事实上有时候 那个拉台的速度跟幅度会非常快 那大家或许会觉得说 老师阿这个也就花了 花了几天 花了两天的时间 花了三天的时间 拉了大概超过一成的一个幅度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档个股 这个其实速度就很快了 这家公司叫做光磊 好光磊是我们在昨天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进场买进的一档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昨天股价创14年的新高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这个股价其实都是创下很多年的新高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个股 因为代表它的体质真正有出现明显的改变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你看这两档个股 预创跟光磊 它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技术线型 你看它就W底嘛 对不对 W底突破颈线的位置 然后外资又买超 所以这个当然其实会是一个 大家可以琢磨的一个焦点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2340的光磊 今天股价攻到最高409 好那来到这个位置股价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幅度震大 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于说 有时候当然我们我想我们在市场当中算很特殊啦 我们大概大多数的操作 其实我们都公开在台面上面 但是有时候我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同志们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老师我看节目就好 但是错过的是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会员其实都可以回答吗 我们昨天是卖什么股票去换这档股票 大家还有印象吗 已经忘记了是不是 4927的泰鼎 对不对 好那泰鼎的部分 当然我要先讲 他公司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但是有时候股价涨多了 原本就会出现震荡的回档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概念是说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如果你看夏小时的节目 你的泰鼎买在这个区块 我相信你今天你闭着眼睛随便卖 你股价都还是赚钱对不对 但是你错过的东西是什么 你错过的第一个东西是 我们昨天卖的价格比较好 那第二个东西是什么 第二个东西是我们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我们换的是这个股票 所以一来一回 没有差到两根停板 但是我相信15%应该是有的 就是卖的价格你现在调整 可能价格稍微比较差 然后你又没有买一个资金 又没有去做很有效的一个转换 这个我会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不是说我们怕人家赚或怎么样 而是在于说节目就是这样子 盘中行情四个半小时 其实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波动跟变化 那有时候错过了那个比较好的价位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即便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大家也未必敢追啊 对昨天如果有看节目的今天早上开光蕾 你会敢去追吗 不敢啊 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结果就是这个时候 拉到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不是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基本面有它的一个利基点 我想时间的关系有不多谈 但重点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脚步 是不能够停下来 所以今天一样 我们持续有新的个股来做一些布局 但是我希望这一次的这一次布局的一个股票 投资朋友不要再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要像昨天的这个太鼎跟光蕾的一个状况一样 就是该卖的没卖到该买的没卖到 我觉得会比较可惜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你想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 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0月26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奇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奇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大家好 我是理科医学会 必须党培顺基义书 开校风亦不能放领 车家长要主动关心 小孩的身体状况 每天都要留体温 若是有发生 还是身体不适合 车快让医生看 在车店家就睡 不要去学校上课 也请大家 谢谢大家